请合掌 南无大福顶首嫩眼睛 南无大福顶首嫩眼睛 南无嫩眼会上佛菩萨 南无嫩眼会上佛菩萨 南无大福顶首嫩眼睛 南无嫩眼会上佛菩萨 南无嫩眼会上佛菩萨 南无大福顶首嫩眼睛 南无嫩眼会上佛菩萨 南无嫩眼会上佛菩萨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好 请放掌 讲经前有重点要提示 今天是2007年元月五号 那么这是师傅出家以来 讲第三次的任言经 第一次的任言经 在1985年 高雄县 美龙镇雷阴寺 讲给比丘僧团听 当时有录音 没有录影 但是录音的效果不好 中间又掉了好几卷 所以没有办法整套来出 当时师傅32岁 第二次讲经 讲任言经 用台语的 在高雄文书讲堂 1992 用台语的 在高雄文书讲堂 讲第二遍 有录音 有录影 那么现在正在积极的整理 台湾和闽南地区的人 佛弟子都听得来 最近 我们一直接到电话 而且是每天 或者是email 或者是打电话 一直祈求 祈祷 师傅能健康 能够用国语 为我们佛弟子 虔诚的佛弟子 想听任言经的人 再讲一遍 因为种种的音言 全部都具足 那么师傅也健康起来 那么就答应了 说要讲这一部 能言经 能言经 跟能切经 是三藏十二部经典 郭翁认为 最难理解的 最坚涩 最难理解的 两部经典 如果要讲一些故事 往生的事例 欠人家念念佛 或许诸位自己看看书 有一些 佛教的故事书 或者讲因果的 讲讲欠修念佛的 大致上 佛弟子都可以看得来 但是这一部能言经 就是没有办法 如果没有大物 就算你出家十年 二十年都讲不来 看那就根本就不用说 有看没有懂 因为由于它太难 太坚涩 所以一般人到最后 中途都放弃 这么难 我念佛 忍阿弥陀佛来接引 大部分都抱着 放弃的心态 都放弃 因为看不来 那么在台湾 有几位 朱山长老 讲这个能言经 大部分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全部都是用台语的 那么如果你想要利益 无量无边的佛弟子 就不得不用国语的 再讲一遍 如果要让正法重现 末法时期 再一次的佛会高照 转大法轮 破魔境界 只有讲愣眼睛 讲这个愣眼睛前 朱尉必须有一个 很健康的心态 譬如说 有一个人 带了一瓶毒药 带了一个瓶子 里面放这个毒药 要去仙人 那边 求这个甘露 这甘露水 是起死回生的妙药 来到了这个仙人的旁边 仙人告诉他 你要求我的 仙丹妙药 甘露 不死之药 要乘这个不死之药 你必须把你 那瓶毒药先倒掉 先倒掉 洗干净 才能够 接受 我这个甘露水 才带得回去 今天我们要讲 能眼睛 不管你以前 修的是什么法门 亲近的是哪一个上司 在哪一个道场 修持 拥有任何的知见 我们都必须 统统放下来 这一切师弟论这么说 众生早已五一六成 而有轮回 修行人 早已知见 继续轮回 修行人 贪着 才色名失岁 所以 生灭 蜘蛛的心 一直摆脱不了 所以一直轮回 有一年碰到佛法的人 也想修行 但是呢 却认为自己很行 其大我慢 别人稍微看法跟他不一样的 就说别人是魔 好像不跟他修同样的法门 是一种罪过 有的人 弘扬了某一个法门 就一直排斥其他的法门 这不是佛陀 正确的思想 佛法没有这样子 那么我们今天 要讲这个能言经 诸位呢 要万言放下 暂时放下 你以前看的经典 和建立的种种之间 我们一起来接受佛陀 在嫩言经上的指示 来接受佛陀的甘露法语 这样甘露 才装得回去 否则一直卡在某一种观念里面 一直排斥某一种 一个角度 那么这样子 法不受益 古来有开会的那年 成佛的法华 富贵的华言 唯一什么叫做开会的那年 第一个就叫你舍事用根 舍生灭的意识心 用不生不灭的根性 用根就是不生不灭的根性 众生看一件事情 马上落入观念 卡在观念 同时执着一种观念 不知道自信本空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显现 那个泥盘不生不灭的如来葬性 显露不出来 在能源经里面 见就是性 无性不能见 闻就是性 无性不能闻 见一切法即见自性 向尽性就显 向尽性就显 看不破假象 就只有生命轮回 二话不说 就继续轮回 开会的任言 所以要开智慧 一定要明心见性 所以能源经就是叫你 大测到明心见性 因为它叫你舍事用根 舍意识心 用不生不灭的根性修行 一切众生的修行 都在向上打转 即叫这个 即叫那个 有一个机师 在电梯碰到师父 我问他 说老菩萨 你一天念多少佛呢 他说我一天念三万 这个老菩萨说 师父你也念佛吗 我说念啊 当然念啊 师父你一天念多少呢 我说我一天念一句 他说啊 只有念一句 我说我这一句 从早念到晚 从晚念到早 从不间断 只有念这一句 你那三万还有间断呢 我这一句还没间断呢 我们要了解 佛法是心法 是自信的法门 自信一定要自度 佛只是给我们增上缘 不能搞错 成佛的法法 这法法经里面 有受祭 为这些弟子们受祭 包括这些 正阿罗汉国的 还有饥饿的众生 就是提婆达多 提婆达多 佛陀也跟他受祭 这成佛的法法 就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成佛 但是有没有碰到因缘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如果你没有碰到 善知识 没有碰到这个因缘 你有佛信 你也开显不出来 没有用 所以这个成佛的法法 那么法法经里就讲 究竟一十项的道理 一十项的道理 富贵的华言 为什么讲华言经是富贵呢 因为它内容包容万象 讲理无碍法界 事无碍法界 理事无碍法界 事事无碍法界 那么一人龙大 大人龙小 一为无量 无量为一 一及一切 一切其一 海印三昧 同时显现 就是华言的境界 那么不读华言 不知佛教的富贵 所以自古以来 开会的那年 成佛的法华 富贵的华言 这个都是大波经典 那么另外呢 涅槃经 什么叫做大波涅槃呢 就是每一个众生 有一年碰到佛法 都能进入不生不灭的境界 叫做大波涅槃 那么另外一本就是能切经 这个都是大波经典 但是能言经呢 就如同小部的大藏经 这个能言经啊 包罗万象 接近七万个字 六万九千多字 就指经文 不是注解了 经文六万九千个多字 将近七万个字 包罗万象 那个能言经呢 如同一部 小部的大藏经 换句话说 把能言经好好的 研读一遍 等同看过 一遍大藏经的精药 精华 这个能言经 包括禅境绿密 全部都包括在里面 禅 讲明心见性 能言经讲舍四用根嘛 阿难找不到真心嘛 佛陀七处真心 阿难就是找不到心 不是找内就是找外 就是找不到这颗心 讲舍四用根 就是叫你明心见性嘛 敬 譬如说 大四字菩萨念佛言通章 大四字菩萨念佛言通章 后面有一句很重要的 就是入三摩地 就是你念佛一定要念到定 进入三面的状态 才叫做有功夫 我们很多人看经典都看一半的 念佛打妄想 他不知道 弥陀经里面那句话很重要的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乃至七日 后面这四个字 又很重要 一心不乱 任何的法门要成就 通通要进入三昧的镇定 或者不能成就 换句话说 你拜佛可以 行 你要拜得很有功夫 你念佛行 你要念得很有功夫 念到不起烦恼 你现在心都定不下来 灵命中在病苦 一上身 念烦恼 外色身病苦 你要往生极乐世界 没有三昧的功夫 行吗 很多人都误会了修行的定义 念己身佛就叫做修行 拜己拜佛就叫做修行 吃吃素就叫做修行 这在佛法里面 绝不是这么样子的 你念佛 能够进入三昧定吗 念佛三昧定吗 在佛前 用功念佛 念住一放 下来又跟人家争吵不休 是非人我 这个哪算修行呢 你拜佛能不能体悟能理所理性空极呢 感应道教难思义呢 能不能体会这样子 能理也是空 所理还是空 现前一念 就是佛 其实禅跟禁本来就是不二的东西 用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那是一个耳 那就像钓鱼的一个耳 我们这个钓鱼不泄哦 下一个耳吗 南无阿弥陀佛 这句就是耳 告诉你最方便 也是最究竟 念佛总比没有念好 慢慢有一天 有一天你的经教 你心开意见 渐渐来渐渐进入状态 佛陀说到最后 要进入什么 要三昧定 就是进入三昧的状态 没有三昧 不可能成就佛道的 就是你念佛 一定要念得非常有功夫 什么都看得破 什么都放得下 什么都自在 什么是非恩怨 到我们身上通通没发生 这种功夫 是真才叫做真正的修净土的人 心净则果净啊 我们现在弄错了方向 念几身佛 就认为自己很有修行 烦恼起来也不管他 跟众生斤斤计较 一天待完争吵不休 也认为自己在修行 连那个最基本上的 和和无真都做不到 修什么净土呢 净土它是心清净 完全清净 念佛打成一片 念佛三昧定 这样叫做修净土的 律 在能言经里面讲 不杀生 不托盗 不应益 不妄于 四种清净明慧 那么这个就是律 杀到盈望 都禁止 那么密呢 就是五会 任言神咒 这五会 任言神咒 通通叫做咒心 不是后面那一句 叫做 从那边开始 叫做咒心 不是的 是从第一句 开始到五会 通通叫做咒心 从第一句到最后 通通叫做五会 通通叫做咒心 有很多人不了解 认为说 能言经 能言咒 下午不能念 我说 这是谁讲的 释迦牟尼佛 送五会 任言神咒 派文殊 施利菩萨 前往救度阿难 被射入淫室的时候 就是下午的时间 如果早上 念任言咒 才有感应 那么下午 就没佛了 天龙八部 跑去哪里 他们也上班打卡吗 这讲得通吗 如果说下午 晚上就不能念 能言咒 那么人家打能言咒期 能言咒期 怎么办 只有早上能念 下午不能念 晚上不能念 那么七天七夜 通通要打能言咒期 还念七天七夜 下午怎么办 晚上怎么办 所以我们应当了解 经教不通 心性不明 乱说法义 坏佛正法 那么这个能言经 它是属于密教部的 诸位 整部的看过 《大藏经》的人都知道 这《大藏经》大致上 分成几个部 一 叫做经部 二 叫做律部 三 叫做论部 四 叫做经书部 四 叫做律书部 五 叫做律书部 六 叫做论书部 书就是注节的意思 七 就是密教部 八 叫做杂障部 杂障部 就是不属于经律论的密教 通通不是 属于 排在后面 叫做杂障部 经 律 论 经书 律书 论书 密部 杂障部 《大藏经》 的内容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能言经 它是属于密教部的 你在经部 找不到能言经 在律部 找不到能言经 在论部 也找不到能言经 要找密教部 可见这个能言神咒 有多重要 列为密教部的 宝典 切为禅宗 所共同 尊奉的 无上的 宝典 这个能言经 就是末法的 造妖境 法灭的时候 能言经先灭 这一部经是 破魔的大法 所以 讲这部 论言经 能令 正法重现 佛日 正辉 法轮 长转 但是魔障 也特别多 为什么 就是造妖境 现在末法时期 动不动就说 他是观世音菩萨 再来的 有的人自称 他是六祖慧能大师 再来的 有的人自己认为 是文殊慈利菩萨 再来的 这在后面的 能言经就讲得 很清楚了 叫做谢佛密音 告诉你 真正菩萨来的 一句都不能讲 是佛所尽职的 他是真的 菩萨来 他也不能告诉你 千万不要被 这个外面的 五花八门 互乱你的清净自信 因为都是这样子的 搞得不伦不类 谣言惑众 众是因为他没有 正法眼障 也没开剥烈的智慧 分不清楚 哪个是正法 哪个是写法 在某一个时间 某一个空间 他只能接受到 某一些少许的法 他就觉得很知足 就觉得这个是一个 善知识 是一个大善知识 他就倾心地依附他 不晓得他把你引到 一忙引众忙 相将入火坑 都不知道 一讲就是自己对 全部的台湾神 包括全世界的出家人 通通不对 有的基士一讲经 他就是他对 通其他的法师 大侯上 多么有修行的 禅境利弥 都不如他 处处找人 要辩论 大善知识 应当是千冲置目的 也不会自己说 我是大善知识 也不生大我慢的心 就算经教非常的通他 他会如法如利 如佛所说的 表达自己 千禧也一样 可以表达自己 没有一个大善知识 说狂妄无知 轻慢众生 不敬三宝 能成为一个大善知识的 这个很可笑的 但是我们末法 福报不够 没有正法眼障 众生难以分辨 邪是正 因为他本身没大物 所以就认 外面的这些邪魔外道 任其百步 有的破产 搞到破产 有的恋财 有的骗色 搞到后来 勤家荡产 给这个所谓 魔化现的所谓善知识 这个在任言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了 任言经自古以来 高僧 大德都列为 非常重要的一部宝典 几乎没有一个高僧大德 不看任言经的 我们本次讲经 采言音法师 讲义 分上跟下 本来只有一侧 那么厚的 所以 我们在印刷的时候 就把它分上跟下 你要拿的时候 才方便 讲到上策的范畴 你拿上策的来 我们为什么要采 言音法师 这个任言经的讲义呢 因为它保有 传统丛林的讲经风格 在讲经前 用十门 把任言经 提纲切零 近半世纪以来 我 理解的 任言经 有十几种注解 最有名的任言正脉 任言经讲义 十多种的注解里面 我们 在稍微比较 近代 注解任言经的 一讲到 言音法师的任言经讲义 无人 能出其左右 所以 也是台湾高僧大德 讲任言经 所采用的一本教材 师父也不例外 那么 台湾的福报很大 最近 台北大毗路市 陈关法师 注解的 这个 任言经 义贯 也分上下策 这本 能言经义贯 是白话的注解 非常适合 现代的人看 他把这个经文 注解 最后 又把它贯穿一遍 叫做义贯 义贯就是义里贯穿 写得通俗 写得通俗 写得白话 很用心在写 我最近 才把它看完 因为他最近 才出的一本书 这本书的特色 除了义里贯穿以外 除了义里贯穿以外 把任言神咒 武会的任言神咒 我们要了解 没有素食的善根 诸位如果 没有 以前没有种下的善根 你今天 你是不可能 坐在这个位置 听讲经说法的 根本就不可能 换句话说 诸位能够 坐在这个地方 不是 你们所修的这个善根 不是一佛 二佛 三四五佛 所修的善根 才能够坐在这个位置的 那么师父自认为 我前世也是修行人 你们 现在身旁这几本书 师父花多少时间 把它看完呢 第一遍 我在台中 南普多佛学院的时候 跟广化律师请假 我不是外出 我是跟广化律师讲 我想把能言经 把它看完 恳请恩师 能够让我不参加找课 管课 全力以赴的 来自己阅读 因为没有人讲 自己阅读 我整整用了七天七夜 还做笔记 七天七夜 把言音法师的能言经讲义 从第一个字 从头看到最后一个字 每天只睡一个钟头 七天七夜 把它看完 这个成观法师的 能言经义贯 能言经义贯 我用了十三天的时间 十三天的时间 他两千五百多夜 到将近六百 两千六百夜 师父整整 用了十三天的时间 看到那个眼睛 都出了个血诗 看到了凌晨 一个晚上 睡不到两个钟头 就是这样 不眠不休地看 十三天 全部把它看完 那延伸着 师父用十八个钟头 把它背起来 那是因为 读大学的时候 去凤山佛教连社 那时候是基士生 那么看那些比丘尼 个个都倒背如流 我很惭愧 那时候是在家居士 我一个男子大丈夫 这样拿扣本不好看 所以我就偷偷地 不让人家知道 开始被嫩延奏 开始被嫩延奏 到第三天的时候 我就没拿扣本 没有拿扣本 那个主营老和尚 说林同学 你拿扣本啊 我说 去拿扣本啊 嫩延奏很难啊 赶快去拿扣本 他说要找课啦 赶快去拿扣本 等一下就开始 就找课了 找课就 念嫩延奏 这主营老上 哇 这是什么在来的 他不知道我 三天充通把他背起来 换句话说 你们桌上的那一通 那一叠 师父用二十 七十三 二十一天 你们身上的那一叠 我用二十一天 全部都看完 你哦 二十一年 恐怕还看不完 所以这个啊 还是要有一点点 素式的善根 那么再来那一本呢 表姐 此表姐非彼表姐 这个是表姐 这个表姐的这一本呢 是师父 一九八年年校队的 白圣大后尚 这本 任言经表姐呢 是配合 任言经讲义 把它提纲 切领的 纲领画出来 这本任言经表姐呢 很多 在台湾的很多的佛学院 都申请 而且呢 可以省时 省力的 来研究任言经 有 辅助 讲解任言经的功能 所以这一本是 必带的 那么是师父 教对的 那么一九八年年 师父二十七岁 那时候在念 南普多佛学院 我看到这一本啊 任言经表姐 爱不释手 这本配合 任言经讲义 那么它是提纲切领 那么下次上课的时候呢 把上册 言音法师的 讲义 任言经讲义 上册 成官法师的义冠上册 还有任言经表姐 小小的一本 要带过来 那么我们这次的上后呢 是解形并重 以前我讲任言经的 讲完了 就走人 就休息 这次不一样 为了让 所有的众生 都猛受凄厉 所以 师父愿意留下来 陪大家 送任言神众 解根行并进 因为星期六 星期天不上班吗 那么这个公本会 我们要收一千言 为什么要收一千言呢 很多人 来到了这个 佛教的地方 把这个法宝 拿回去 随手一扔 像垃圾堆一样 扔着 来这里 我们硬得多辛苦 他拿回去 也不珍惜 所以我们这一次 改变策略 要收钱 大家都知道 我是最不贪的 收钱是为了 让你珍惜法宝 这一千块 是你自己出的 因为我们只有 印一千套 所以这里有几种情形 我们有慈悲 有原则 原则就是你每一个人 我们都要收公本会 一千块 让你懂得珍惜法宝 就是一千块 你自己买的 你要珍惜 那我们也有慈悲心 如果你真的经济上 很困难 景气不好 你真的很想来上课 没关系 你跟我们101汇报一下 因为实在是太穷了 免费 但是有个条件 就是一定要来听课 那有的人说 师父 我没钱缴 那我想请这五本回去 自己看 我没有钱 我又很想请法宝回去 行不行 不行 不行 我们只有印一千套 是要给有心 研究嫩眼睛的人 方便 你今天你来听课 明天又有新的几个人来 那我们哪里有课本呢 通通拿回去 不注印 不缴工本会 拿回去 也不来听课 不行 我已经宣布了 拿了这五本书 走出文殊奖上 大门一步 犯道 不骗你的 我已经讲了很清楚 什么叫做守论言经呢 守论言是什么意思呢 守论言就是一切事究竟坚固 怎么样能够一切事究竟坚固呢 诸位 要了解一切事究竟坚固 就是一定要开采正如自信 圆结经里面讲 答望本空 自证本有 答望本空 自证本有 答 通打 望就是因为它是缘起的 因为它是善灭无常的 因为它是空无自信的 它本来就无一物 是缘起 绰合起来 一个假象 你认为有一种实体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了解 答望本空 通达这个虚妄的东西 万事万物 都是空无所有的 自证本有 知道我们这个如来葬性 本来就存在 叫做答望本空 自证本有 那么你一定要用本性修行 才能够达到究竟坚固 如果我们用意识心的话 太多的情绪的变化 情绪的 这个叫做轮回 诸位 什么叫做 是 什么叫做本性呢 是就是看到一件事情 比如说 你爱一个人 或者恨一个人 比如说你恨一个人 就 回来的时候 哇 这个你心里面一直翻腾 一直不能宽恕对方 好像有那么一回事 圣人看起来 你被骗了 你被假象所骗了 你用的 现在你恨一个人 那个恨就是 是 生灭意识心 可是修行人 圣人知道那是虚妄的东西 没有经过下功夫 进入三昧定的时候 道理通通知道 可是烦恼一起来的时候 那个性 啪一样是爆发出来 修行是点滴的功夫 虽然知道 要舍生灭的意识心 可是 他没有大错误 见性 见到那个 如如不动的 清静自信的时候 照他前面一晃 烦恼就引出来 像不现前 回到家 自己也是越想越气 越想意气 这个就是生灭意识心 这个就是一直轮回 比如说 你爱一个人 看到的时候 很有吸引力 回来是拼命地想 一直想 一直想 哪怕再看一面也好 这个也是意识心 看跟不看 通通灵 为什么 看是空 不看它还是空 因为有一天 大家都要化作一堆骨头 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 所以我们要达到 所任言 叫做大定 所任言定讲什么 就是讲大定 佛的大定 就是所任言定 它是赦摩他定 三摩定 加上 那么 禅诺的定 赦摩他 三摩禅诺 三种定 加起来 就是所任言大定 射摩他定 三摩 禅诺 射摩他 翻译成中文叫做 止 三摩翻译成中文叫做 观 禅诺 翻译成中文叫做 止观 均衡 平等 射摩他定 三摩定 禅诺的定 三个加起来 叫做所任言大定 所任言大定 就是佛的定 就是明心见性的定 二六十中 统统在定中 不管是行驻坐卧 统统 在定中 说法也在定 统统在定 所以 开讲任言经 就是要开采 人人 每一个人的如来 葬姓 所以这是一部 最上圣的 尘中的宝典 也是最上的 密中的宝典 也欠人家念佛 什么是如来葬姓呢 为什么要开采 如来葬姓呢 在任言经里面有一段 很有趣的对话 布斯尼王 是佛陀的弟子 布斯尼王 跟佛陀 是同年龄的 换句话说 佛陀讲 任言经是六十二岁 因为 布斯尼王也是六十二岁 布斯尼王六十二岁 佛陀刚好也是六十二岁 佛陀就问 布斯尼王 你 几岁的时候见过恒河呢 他说我三岁的时候见过恒河 那你今年六十二 见过恒河 你的见性 有没有改变呢 他说 没有变 那么你什么东西变呢 我们从出生 婴儿出生 慢慢地成长 到了老了 开始有皱纹 开始有这个皱纹 老了就开始有皱纹 什么名牌 什么化妆品 都没有办法 用抹墙壁的来也没办法 还是见到了皱纹 这布斯尼王说 老了 看到了皱纹 佛陀就告诉他 你也可曾知道 我们身上有一种东西是不起皱纹的吗 这布斯尼王说 我们身上有一种东西不起皱纹的 是什么呢 就是如来掌性 就是每一个人的清净自信 佛陀讲 求其身不可得 求其老不可得 求其病不可得 求其死 生老病死 皆不可得 因为那是精神的层次的东西 哪里有皱纹呢 我们身上有一种东西是没有皱纹的 我们为什么会有皱纹呢 都是在向上 这个假象里面说 这是有皱纹的 我们的心灵 在什么时候起皱纹 执着的时候 起执着的时候 起分别心的时候 起颠倒剑的时候 起愤怒的时候 起嫉妒心的时候 起贪嗔痴的时候 这个时候心灵就被无名鼠吹动 就起皱纹 就起皱纹 烦恼 是无名风一动 境界一来 心控制不住 重复的一支烦恼 一支烦恼 我们的心灵的大海 一直起这个波浪 一直起这个波浪 全世界的每一个众生 都爱惜自己的家庭 老婆 儿女 爱自己的丈夫 所以要讲解脱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如何在亲情的生法 和佛道的超越 保持一个平衡点 这是需要有理性 智慧功夫的人 既想要聊生时 就不能对六亲建属 太贪婪 太执着 太过能梦无情 那么也不是一个佛弟子 佛弟子也很有感情 但是却很有理性和智慧 很有理性和智慧 却不是热忱 不是这个诚恳 所以佛之大定 就是守嫩言 那么佛陀有了这个守嫩言大定 功夫如何呢 这功夫就可不是一般能做得到的 在《能奇经》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大会菩萨问佛 说世尊 你何不简单 形容一下 如来的心境如何 哪一种人才堪称为如来 世尊说 若有百千万亿的众生 来到世尊 来到世尊佛前 无理的打骂 佛陀 无理的打骂世尊 经百千万亿劫 佛陀 不生一念 称慧之心 世尼如来 你做得来吗 佛陀为什么值得 我们这样子的推崇 佛陀为什么值得 我们这样子的崇拜 这样子的赞叹呢 因为他做得到 我们做不来 不是像上帝 你看圣经 上帝动不动 就降灾给人民 我看了三藏十二部经典 释迦牟尼佛 从来没有动一个称慧心 不但不动称慧心 还要救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 释迦牟尼佛说 诈杀不出油 诈杀不出油 大会啊 诈杀不出油 佛陀烦恼断尽 如何经百千万戒的压榨 佛陀不起一念烦恼之心 杀非油因 炸这个杀 绝对出不了油 佛陀已经烦恼 全部都断尽了 无论你如何的伤害他 无论你如何的诡谤他 他都不起一念的烦恼之心 诸位 我们想想看 我们两三句话 就彻夜难免 我们 才别人讲一句两句话 我们 就恨得咬牙切齿 恨不得把他骨头咬碎 我们看看 什么是如来 是怎么样 才能够 进入 解脱的境界 就是定 没有定 你就是没有办法 进入解脱的境界 因为你定不下来 你想尽办法 要把他定 但是呢 忍到最后 就没有办法忍得下来了 所以 如果你是一对燕偶 请听师父的劝告 你是人家的老婆 或是人家的老公 都没关系 不要常常讲 我忍耐你很久了 这样有一天会爆炸 我忍耐你很久了 这句话 要转 要转世诚挚 要转 怎么转发呢 要常常告诉自己 我的债 快还完了 我的债 快还完了 就是 世间人 看到老公死的时候 痛哭流涕 痛哭流涕 如果 儿女都长大了 都五六十了 儿女都长大了 老公不幸地死掉 世间人 他是痛哭流涕 悲伤 修所嫩言大定的人 要躲在门缝 偷笑 为什么 他没有这个盈欲了 这一关就断了 要进入佛的 所嫩言大定 出家 离异 在家 要少欲 欲望要少 尤其盈欲 要少 所以 修学佛道 跟世间人看法 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世间人死了 老公 或者死了老婆 当然太年轻死了 也不好了 孩子没有爸爸 或者没有妈妈 不好了 如果修所嫩言大定的 如果是 老公已经六十了 还留了一大笔财产 江江好 不需要应付任何麻烦的事 又可以 身上又有钱 然后又放得下 修所嫩言大定 特好 所以有这种情形的人 你老公不要你的 记得在门缝 笑得很开心 从此以后 清净恨 严走高飞 就是这样 就可以超越了 那么所以说 佛的大定 他必须要 戒杀 道淫妄 九 通定要戒 那么 你 没有三昧成就 没有进入大定 就没有办法 成就 福道 不管你 修哪一个钟 你就是要有定 你念佛 要有功夫 拜佛 也要有功夫 平常 生活 与人相处 都要 碌碌不动 不娶一项 培养 嫩言 大定的功夫 整部 嫩言经 在讲什么 几个重点 一 始始用根 先分清楚 什么是忘心 什么是真心 二 舞会 任您神咒 是非常重要的 三 要防止 魔术 魔事 后面讲的 五十种阴谋 这是能言经的特色 叫你防止 色受 想行事 所引发出来的 贪婪心 而不着魔 比如说 那里面有讲的 就你念佛 念到 比如说 你看到了 十方佛 净土跟你 如同一个世界 没有了 说佛世界 当你念佛的时候 进入了定的当中 念佛 南无阿弥陀 南无阿弥陀 见到了西方三圣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在你前面 能言经讲 记得 你要如如不动 不做圣洁 若做圣洁 及遭勤邪 连到这种功夫的境界 通通不可以 动一个念头的执着 也不能大妄于说 你已经成佛了 你是大彻大悟了 能言经的重点 舍是用根 重视 能言咒 防止魔事 五十种阴谋 如果有人告诉你 他是什么菩萨再来的 记得赶快离开 记得赶快离开 大妄语 那是骗你的 真的菩萨再来的人 他不会讲的 也不可能讲给你听 也不可能讲给你听